當米樂園弟兄把毛弟兄被主接近的消息 偷在我們常青聯絡人的公布欄裡面 裡面的感觸就是我們大門書歌758首第八節 他說日失入落 一事過去又一旦 你的聖徒生活等候半歲 一位一位他們已逐漸離開 那日子我們相聚了好多位弟兄 都離開我們到了那邊去 裡面有一種的感傷感謝你 我跟毛弟兄認識大概是53年前 不是他的錢 我們在左營 我在當兵的時候 他一下船都會回來 這位弟兄公渡天黑 陰盡潮 我們都稱為他是行為大職 不說有內國 我們這些年輕不平利的弟兄們 都非常的羨慕 他本來跟我們 他跟我們差距大概16歲 他22年初次 或38年次 我們既然沒有距離 很好的很便宜的交通 那時候我們 福利兄也在做 那個教會生活 我覺得是家的感覺 非常的深 雖然我當兵 但是我所有的 時間都在會手 都在照會生活 我們挑的實在是太好 那我們弟兄 每會必到 每到必腳 而且很釋放人 我們就很羨慕 像我們弟兄那樣 感謝主 後來我們當兵後來 也有六十四年 也有回到高雄來就業 後來我們就成立了 長青主 那我們就一同退達到現在 我們在長青主裡面 我們有 周周周三來相聚 這是我們弟兄的大座 你看我們這樣很喜樂 各地的招會 都非常羨慕我們 我們跟我們長青的 我們不止有行動 你用那個歌出來 就表示你的行動 我們感興奮 那 有一次 我們操場槍條 有一次在大社的長青山莊 我們剛好跟 這個 我們毛弟兄 同學旁邊 我們那天真是促膝往來 談到幾點不曉得 我們一起為我們所遭遇的 為我們在祖面前所遺見的 非常便利的交通 感謝主 我們在祖面前 雖然我們年紀比較輕 他把他一切的 清新圖一的 一同帶到 主的面前 我們一同要祷告 那時候以後我們的感覺 更加輕人 他一直在 剛才 弟兄 交通了各方面的服飾 直到有一天 他眼淚神經華麗 我說你要好治療 那次以後 他就顯得比較老帥 不然他一直都是長青華麗 雖然 身體有點欠缺 但是他還是這樣的不適 直到如重 感謝主 那基隆有兩位弟兄 他們五壽坤弟兄 就是剛才弟兄 那本書的作者 跟蓮永富弟兄 就是這本書 他們非常關心我們的毛弟兄 他們經常來高雄 其實的目的就是 來跟毛弟兄交通 看望他 不是住在會所 更是住在我們家 所以毛弟兄的清醒 然後他們的行程 最後都是毛弟兄交通 我們這幾十年來 在一起在裏面前 一同的 讓他不自主 非常地甜 所以 聽到主把毛弟兄接去 裡面就是 一位一位 他們已經出見一看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覺得 我們這一生沒有白跑 沒有土浪 我們弟兄已經跑得 當跑的賽車 他們打過了 那沒有戰 而守住了 單手的氣 我們想 來各位 慣人 和王弟兄 在這裡 結束 眾所謂 王弟兄的祝福 感謝 Amen Amen 謝謝